Hello,大家好,我是北京飘着的可 今天是2022年的9月17号 虽然是一个周六 但是因为我的核酸检测报告已经三天了 所以我现在必须出门去做一次核酸 要不然明天我哪也去不了了 北京现在依旧是这样 就是实行这个72小时核酸阴性报告制 就是你必须持有72个小时的核酸阴性证明 才能进入到任何公共场所 包括你才能坐公交,坐地铁 所以基本上三天要做一次核酸 就其他唯独这个平等 调色调的特别厉害 这个对过是一个公园 叫元大都遗址公园 原来这个公园还有那个围烂 然后呢还有个大门 然后今年大概是几个月前开始 可能是政府下了一个什么文 要把公园可能是要还与人民 还与百姓 所以把这个公园的围烂啊 大门啊全给拆了 他现在都在升级改造 就是把原来的这个 小这个公园的围烂啊 大门啊全部都拆了 说是要实现城市和公园的自然融合 进一步做到精细化 景观化和清明化 瞧瞧 啊这个点做核酸也要排队了 我们排一会儿吧 嗯 啊 好酷,酷酷,酷酷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的朋友帮忙点赞关注转发 谢谢各位下期见